每天三次 每次五分鐘 連續七天 每天放開動一動 更有活力 好 這個動作叫三頭下沉 首先呢 把雙手撐在椅子上 然後慢慢的讓臀部懸空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選擇 把腳慢慢打直 然後手部彎曲 把身體往下放 大概到手肘呈現90度的時候 再往上推起來 再往下 吸氣往下 呼吸往上 吸氣往下 呼吸往下 各位初學者請注意 如果一開始的臂力不足 我們可以把腳彎曲 這樣子萬一手臂力量不夠 我們還可以用腿力支撐上來 各位在辦公室上班的朋友 我有一個小撇步可以讓你在邊上班的時候邊運動 那你只要在打電腦 或者是做事情的時候呢 把單腳抬起 其實就可以鍛鍊到我們的普世頭肌 然後只要維持這個動作 維持30秒以上 然後我們再循環交替 同時抬單腳 那如果可以把手邊的工作放下 就可以撐在椅子上 雙腳同時抬起 一樣 我們每一次的循環呢 大概至少要抬起10到20秒 這樣子的話呢 也可以鍛鍊到我們普世頭肌 好 這個動作呢 可以利用辦公桌來進行一個桌子的握撐 那雙手呢 可以撐在桌子的邊緣 然後把雙腳打直之後呢 我們把胸口往下放 大概在對齊胸線 就是把胸線跟桌子對齊 再往上推 那這個動作呢 我們不要過度的去撐開我們的肩膀 肩膀的位置大概是鎖緊 胸口靠近桌子 再往上撐 那各位初學者注意 我們可以把單腳往前踩 這個時候呢 如果手臂的力量不夠讓你起來 你可以用腿力來支撐 把身體往上頂 這樣子的話就會比較輕鬆 每天3 5 7 運動好容易 健康有型炫火力 就從現在開始